美国的康涅迪克号潜艇海狼级攻击型核心艇事故原因进行公布了 5月23号美国的信息自由法在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方公室官网上公布的 去年12号康涅迪克号核心艇在中国南海与水下海山相撞最终报告 整份报告因为保密杀了很多关键信息 也就披露了一点信息 说当时这个核心艇出事 很多人都认为是发生了碰撞 美国方面说是水门环境测绘不足 导致潜艇高速深潜型的攻击型核心艇 没能探测到海底山脉的存在 报告中承认它是一个勘测部族区域作业 然后看出说海军水门环境掌握并不充足 等于是冒险进入 然后这样一个装备先进的设备去冒险 认为这是他应该吸取教训 那也说什么呢 也说康内迪克号是因为自己信息不足 然后艇长命令他们去冒险 对这个海底环境不熟悉情况下 也要去这么贵重的东西也要去冒险 就好像你开了一个非常贵的车 非要去山里面越野 道不熟很有可能翻车 但是这个艇长对吧 司机就命令 你给我开 就这意思 其实这个康内迪克号在南海啊 在向日本冲升方向进行所谓的这个行动的时候 这个潜艇啊或者战舰啊 有多名艇员因为各种原因要下船 美国海军历史记录啊 通常是包括紧急生病啊 家人病重啊 孩子早产啊才会允许啊 但是当时康内迪克号就发生这个情况 也就是事故发生的时候 康内迪克号正在赶路啊 然后他恰好这个路不熟 就刚才我讲的 开车倒不熟 所以就发生事故了 什么意思 他需要去把艇员啊 送下船 是吧 那就开吧 这次撞山对于这个潜艇啊 满载牌辆九千多吨的潜艇啊 是非常严重的 在这事后的照片看着他就停手受伤非常严重啊 美国现在这个海军说这个事故是人为事故啊 说是完全可以避免啊 航行的计划 风险管理啊 错误啊 这个遗漏叠加啊 所以一系列啊 包括这个艇员要赶紧下船 谁家生孩子是吧 赶紧下船 那奔着日本冲绳跑啊 一下就出事了 这里边美国海军已经解除了康内迪克号啊 这个艇长啊 执行官大副水手长 职务了 报告还建议说 潜艇导航军官啊 甲板六王军官要进行啊 严加处罚 他这个海洋机驾驶 驾驶舱的设备 应该就是90年代末的水平啊 美国海军仅有三艘海洋机攻击航行艇 这是二号艇啊 他98年12月服役 是通用电船 格罗顿船厂造制造 他是冷战末期的一种高速深浅攻击艇啊 他的航速35节以上啊 浅身是490米啊 比后来建的弗吉尼亚级啊 更快更深 弗吉尼亚级他只有25节以上浅 只能浅240米啊 他能浅490米啊 但是他造价是高达30美元以上啊 比这个弗吉尼亚级20亿美元多啊 很多啊 他这个艇长应该是30米啊 也就是说他能够潜这么深 主要为了要窃听海底通信电缆 就他可以做到这个 他这个三号艇啊 吉米卡特号啊 专门干就是在海底通信电缆窃听啊 这个搜 这艘艇吉米卡特号非常神秘啊 这些年这个核潜艇撞山啊 我觉得这个美国海军拥有这个三艘世界这么强大的海上兵器啊 结果人员素质这么低下啊 赶紧要下船 就因为这个理由 他就赶路 拼命的赶路啊 看来这个事这只是他报出来啊 到什么原因还不知道啊 我也我觉得咱们也不能全信啊 但是就从这几点看 这么贵重东西 结果交给这些人啊 就是这个素质啊 不高的这些艇员啊 我觉得也是美国整体海军素质下降的一个原因 康尼迪克号这个细节啊 就是他这个报告细节呢 其中这个我觉得真是让人大地眼睛 就是大家想象啊 美国只有三艘这种顶级的啊 对吧 呃 潜艇 结果是吗 应该是他这个水兵的素质应该是十分高啊 非常高的啊 应急能力啊 对吧 训练水平啊 但是从美军报告来看 这些人啊 就是情况完全相反 没想到美国水兵的素质啊 他是这么说的 我给他讲个几个啊 这个报告原文 你仔细品一下 潜艇在魏京啊 完善的全面调查的南海国际水域作业啊 没能注意到周围至少十处危险 包括指挥官在内整艘潜艇指挥团队都误以为康尼迪克号会在开口的海洋环境作业 他们应该要明白 根据规划的航道 潜艇需要在受限属于啊 通过附近多处危险的障碍 尽管公开的这个啊 细节被杀了啊 但是啊 现在能公开的都至少显示 至少一名水手检测到声纳独树与海底区的导航图不符 实际就是这帮人自大了 他认为南海这么大是吧 没想到底下这么复杂 但他是啊 他至少一名水手已经发现 他的声纳和导航图不符了 说明我是在一个陌生区域 那他没有向上级报告 甲板的这个观察员也承认 对观测结果感到担忧 但也没有采取应急措施 下令降低速度 就正是航行规划 观察员执行和风险管理 种种错误忽视这种积累之后 最终导致了出现重大失误 那应急呢 应急也是撞上海底山脉之后 猛烈的冲击 挺上11名水手受轻伤 其中最严重的是头皮撕裂伤 肩胛骨骨折 因为水压舱受损 那么康尼迪克号一度开始沉没 开始下沉 挺上人员开始全速抢 包括抽出大约10万磅的进水 那期间水泵的一个电机控制器 发生了电气火灾 幸运的是很快扑灭了 最终是他成功浮出水面 然后由英国航母去 第一时间冲向事发地点 是英国的航母 负责印太潜艇作业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大队指挥官下令潜艇航向关岛 在航行期间的舰手声纳拯救罩脱落了 那就是最后不是他自己拆的 是飘着飘着就掉了 那他仍然继续前进 在10月8号抵达关岛 所以为什么那个罩掉了 没了 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前进的时候掉的 出事之后 美国海洋测量船在南海异常活跃 是不是要找一些东西 这个就是康迪特号使用南海 事发地图 海图准备情况非常差 然后这个艇在航行过程中 声纳进行探测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他这个潜艇主声纳 放声波信号 有可能暴露自身位置 所以他反常的行为表现就是 康迪特号可能意识到 海图出漏洞了 就是说康迪特号 一般都是被动的接受声纳 接受声音 然后他这么探测 而不是主动去放 用声纳去往外放 这样会暴露自己位置 所以他反常就说明什么 他违规了潜艇水下航行安静第一原则 主动用声纳去探测周围环境 就说明他海图有问题 周围实处 你可以想想 美国海军很快派调查船 在他的水门周围在调查 其实就是意思很简单 我要证实我的海图 康迪特号的海图 和实际海底情况不同不符 实际要做这个 就摸清情况嘛 结果一对比确实不同 你看他能说出实处危险 也说海图 就是康迪特号 当时航行时的海图 和实际他们海洋调查船 针搜完以后 海底情况确实不同 事故发生之后 美国海军应该是要加强对南海的水门调查了 这个我觉得咱们要应对 但是总的来看 这个人员素质 你可以想 当发现不同的时候 没有立刻减速 或者停止行动 而是继续全速 就是拿这个 这么贵重的东西在冒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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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